乍一看去 美中骄俄的始作俑者 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 因为是特朗普上台以后 改变了以往美国的对华政策 转为强硬 这样子造成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但是你进一步深究下去 那你就可以发现 特朗普这么做 他不是无事生非 没事找事 那原因还在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 种种的倒行逆施 那使得美国整个主流社会 原来的对中国的期待就破产 因为他们本来期待着 美中之间这种友好的合作的 这个这种方式 那能够使中国这个国力 有进一步的上升 而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 中国就算不是变得自由民主了 那至少也能变得比较宽容点了 比较柔和点了 殊不知呢反而变得更专制 更强硬 那特别是这个18年修改宪法 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它使得所有美国的那些 本来替中共说好话的人 这时候通通失语 因为他们无论如何 说没法把这件事给它说远 所以你要说美中关系的 恶化的始终勇者是谁 我说我们与其去看特朗普 去看拜登 那你不如看看那些 原来美国的所谓 擁抱熊猫派 看他们现在是什么态度 看他们为什么 怎么转变的 他们为什么会改变 所以这里的问题呢 他就不是像很多国人想的 就是美国见不得中国强大 如果他见不得中国强大 他早就不会对中国 采与过去那种政策了 因为过去那种政策的做法 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强盛 这是人人都看得见的 那么之所以现在发生变化呢 就说明这中间引出的这个矛盾 不是所谓的修习底德陷阱 不是守成全国 见不得新兴全国 也不是也并不完全是地缘政治 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的对立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他始作俑者 当然还是在习一名本源